今天你的压力大吗 例如经常陷入痛苦的情绪很难开心 做事总是提不起精神来 经常自我怀疑很难自信起来 容易焦虑整日忧心忡忡的 压力很难疏解经常瀕临崩溃 觉得人生没有任何意义 等等等等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 也遍布在各种的人群当中 其实说到底 这些问题的内核都和压力有关 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面临的环境不同 应对的现实难题不同 面对压力的程度也会不同 那么受到外界影响以后 你的大脑也会更容易的产生压力 导致你的情绪焦虑或者是不安 但同时也说明了一点 只要通过正确的方法来引导和干预 你自己就能够很好的去改善调节压力 不再被压力主导 通过正确的方法来自我调节 管理压力 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 进而获得更加从容自信有质感的人生 是当代每一个人的必修课 也是我们这堂课 着重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大家好 我是心灵害葛宋明 那么这些年我经常受邀到各大卫视 或者是网络平台的打新节目当中 进行心理学 相关知识的普及和应用 就像这样 甚至在节目录制后 还受到公安部的邀请去参与一些经济案件的侦办协助工作 那么这些年通过线上和线下的实战工作 在积累宝贵经验的同时 针对大家一些普遍的压力问题和情绪困境 我个人也结合了最先进的心理学的相关理论 研发了这一门积极心理养成课 提炼出一套解决压力问题的能力途径 希望能够通过场景化的教学方式 让你学到实用的压力管理技巧 并最终去解决它 在这门积极心理养成课里 你会了解压力到底怎么在大脑当中形成的 我们可以怎么通过控制自己的大脑 从而让内心变得更强大 你会发现 竟然日常的食物 你的肠道 你的皱眉行为 你的睡眠和运动 包括可追溯的童年 都会极大着影响着你的大脑 控制不好 你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抗压其实很简单 那么在本节课中 我会基于应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 教给大家一套科学实用的压力管理法 你会发现 你可以用价值观 用语言 用呼吸 用思考 甚至用荷尔蒙等一系列的切入点来抗压 不仅如此 你会发现 有时候压力不仅不是坏事 还能够转变为动力 帮助分泌我们的DHEA 除了压力管理 情绪舒缓 也是本次课程着重要探讨的 那么课程会通过如何反向思考 心理暗示 保持忙碌 去除羞耻心等等 20多种方法来调节你的情绪 也会告诉你 保持积极情绪的秘诀 除此之外 我还会在课程中就大家比较关心的 用科学来提升运气的议题 着重讲解 除了深入分析科学提升运气 背后的心理学的原理 还会教给大家提升运气的具体方法 最后我将带着你走进心理学的终极话题 活着的五个理由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有解还是无解呢 或许学习完本次课程 你会有新的感悟 本节课是和任意状态下的每一个人 我们应该随时关心自己的心理状态 锻炼自己的自我恢复能力 即便在一帆风顺生活无忧时 你也要有意识地锻炼自我的觉察能力和恢复能力 这样在遭遇生活的困境的时候 你才能更加从容地应对 那么相信通过本节课的学习 你会更加地了解大脑的工作机制 对自己的心理状态也会有更加清晰的认知 会实际掌握一些破除压力的实用技巧 更加从容淡定地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 并懂得如何以健康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情绪 并构建强大的自我恢复能力 那时你会发现生活的困境也能淬炼出力量 你会在不经意间成为幸福生活的拥有者 人生会悄悄地发生变化 加入这门课程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场变化所带来的惊喜吧 感谢观看